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医科学生在毕业成为医生的时候 原来都要宣读誓词 发誓行医救人 为社会贡献 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副总理韩正也说 治病救人是所有医护的天职 如果有私家医院不够治新冠患者的话 他希望是假新闻 黄女士和14岁的女儿和72岁的妈妈 三个人住在深水埗 上个月22日 女士首先确诊 发了两天烧 之后她自己和妈妈都陆续中招 政府说有七个诊所给人去看 但是那些诊所都打不通 我们加上我母亲那些打 已经打了几千个电话 三家人不停打都打不通 然后打了两天就放弃了 我妈妈七十几岁了 现在后来公事问全身都痛 她妹妹一家人之前都确诊 妹妹带着11岁的儿子 在急症室等了一晚才拿到退销药 黄女士说听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敢带妈妈去公立医院 而私家诊所又不收确诊人士 他们唯有自己在家吃药 他们说你如果确诊了 那些私人是不会收你的 只是可以去政府 那去政府又 就是只是在门口等 好像前一刻那时候 他都说连那些私人都和那些人一起了 那你都自己的心都惊惊地 他说平时为了省钱 很少去看私人诊所 但是最难捱的时候 都希望可以去看病 让他们捱过这一关 都会去的 起码看了先 起码看不太辛苦 控制自己病情先 这样的日子好像很难过 你可以出去 那个日子不舒服 那个日子不舒服 那个心情那些都不同了 那个心都很不舒服 黄女侍住的地区 想看医生有多难呢 我们打去深水埗20间私家诊所 问如果发烧 可不可以去看医生 结果只有4间说可以去看医生 但是要有快速检测阴性结果 其余16间 13间没有人听电话或者停诊 3间明确拒绝发烧患者 我发烧现在去到39到几 我想问我可不可以来看医生 不看了我们不看了 不好意思 如果我阴性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不看了 不是 因为我阴性 可不可以拿止痛药 退消药 但是发烧我们医生不看了 不好意思 我发烧我可不可以看医生 不可以 我快速测试一下阴性 我一条线可不可以 发烧不可以 为什么 根据政府统计 去到2020年底 本港有多过1万5千个注册医生 大约4成半在公立医院工作 5成半私人执业 如果这8千多个私家医生 可以帮忙处理轻症 情况似乎好得多 那为什么他们拒绝发烧病人 其实家庭医生就有些是比较担心一些 可能有小的病就盡量给面看 可能你本身有年纪大 自己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也好 或者和一些姑娘那些比较年纪大 他担心危险的成分高 所以他可能不想冒这个危险 公家都在旺到很七彩 如果我们再给公民的话 我认为难以想象 政府上个月初都曾经呼吁病情轻微的患者 不要去急症室 应该找家庭医生 虽然全港有5千多间私家医所 但是杨超发强调他们都有难处 刚刚听到有医生求救 他穿了保护衣物 但姑娘就没有穿好像她那样夸张 那三个姑娘都感染到 那一星期就诊断了六十多个角疹病人 他说我很担心我自己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帮到你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们在产生里面 不是个范围这么大 不是特别是指示一个是 是防禁的很严密的指示 虽然很多医生也有些是 空气清新机 全都传到武装 就是防备 但是都希望 不会感染到在诊证室其他病人 本港第五波疫情 累计超过45万宗确诊个案 但是连私家诊所都不修正 部分病人病情就算不太严重 都容许公立医院求诊 甚至出现病人 要分在急症室外面等几天的情况 那私家医院又有没有空间 帮忙接收新冠患者呢 成为及卫生局前局长 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认为 私家医院病床数目少 发挥作用不大 就是非新冠病人 他认为政府要尽快全盘检视 本港现在有什么设施 再决定私家医院 可以担当什么角色 政府可以看各种可能性 当然也不会排除 如果政府觉得某间私家医院 设施容量和人力资源是可以的 但有报道说 多间私家医院把确诊病人 转介去公立医院 甚至有家长深夜 带确诊子女去私家医院 被拒于门外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这些做法违背医德 如果一个病人进来 他有病 而你不收的 这可能真的跟医生 医疗的天职 可能有些违背 如果门诊的状况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不适合 那其实就应该 跟政府有一套沟通机制 而不是直接 我打999 因为现在的状况 如果这种情况 来到门诊 他们都会通知救护车 去接走他们 当公立医院超出负荷 病人要分在走廊担架上 13间私家医院 其实合共可以提供 五千个床位 大约是公立医院床位的六分一 但私家医院多次提到 院内的设备 不适合治疗高风险的传染病人 是否也有些大安止疑 是没有他们真的积极去参与 当时武汉当地的民办医院 他们都是面对装备设施 各样的不足 他们就是积极去站出来 包括召集他们自己的医护人员 如何在资源的分配上 和官办医院去做一些协作 甚至是主动去清空自己的医院 然后去接收一些新冠病人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 特区政府曾制定针对新型传染病的 预备和应变计划 当中提到医冠局会和私营医户 各界别密切沟通分担工作量 但是梁文广说过了足足两年 政府都没有和私营医户落实合作模式 既然制定了应变计划两年 但这两年纯粹是五个字分担工作量 分担工作量是怎样分担 其实从来都没有做过 没有计算过 没有处理过 浪费了两年的光阴 公私营现在不去尽快协作 医院出现爆发而不是一个适合的分流 我们总是用足点来说 就是揽住一起死一祸熟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